所有的积蓄 然后就在这小半年 我俩话呢就所剩无几了 他就跟我说 咱俩回重庆好好 稳定的生活 安心的工作 然后就这样 我就立马把他带回重庆 见了我父母 然后我也去他家 也见了他的父母 相互把这个事情定了 连婚的照片都拍了 然后他在重庆呢 也找了一个美容室这一块的 但是我呀 我没有上班 因为当时我心想吧 回了重庆以后 我想我先学个驾照吧 学了以后到时候 后面我可以 不管是跑网约车呀 或者滴滴呀 这样的话 情况下我每天 我也有时间 你也知道 我们两个都快要结婚了 是吧 现在你没上班 我也没有说什么 你就老是拿你考驾照 来当幌子 我从我那边去你那边 要两个多小时 有一次他让我去他里吃饭 但是我过去了 饭也没做 菜也没炒 我过去我要给他炒菜做饭 我叫他吃饭 他干嘛 他在打游戏 反正跟他说话 他也不说 反正就不理 然后让他几个晚上 说等一下 一把游戏完了再说 但是你跟我说的是什么 你让我去爱这里 跟你找一个近点的地方生活 难道这个就不能满足我吗 你天天住在你哥家 你天天吃你哥的 喝你哥的 你自己都不好意思呀 但是当时我自身的积蓄 我已经没有多少了 我不可能说 我作为一个男孩子 我还靠着你吧 我也是希望你能给我一点时间 我去学这个驾照 问题是你现在驾照还没考 连科目仪还没考 我只是想让你在我那边住 我下班回来 你可以给我做做饭 让我吃个热饭 但是你不肯 他就因为这个事情 他就说如果你不来 我就直接回贵州了 行 我想问几个问题 女生你每次离开 他走的时候都是怎么想的 是说离开这个男人 还是跟他置气呀 当时我就觉得挺气的 然后就也没想那么多 我就走了 所以如果他要不去找你 你们的感情也就结束了 对不对 对 男生你每次去找他 每次去找他 你烦不烦啊 因为两个人 有时候吧 在一起久了 可能就舍不得 因为两个人之间 可能就是一点小小的问题 但是他每次就捞得很大 小小的矛盾 但我就只是想要 那么一点点要求 行 我还想问 就是女生 你对男生的这种工作状态 你满意吗 不满意 就比如说工地那些 我就感觉很危险了 我想让他换一份 比较安全的工作 行 你们俩这个恋爱 谈的主要是去旅行的是吧 你们俩谈的是 说走就走的旅行 然后他那边 说追就追去了是吧 然后女生觉得 说翻脸就翻脸是吧 你没想过 就是他要真不追你了 你会不会后悔这个走啊 说后悔的话 还是有一点后悔的 他每次出现的时候 你都特别有成就感吧 看 又来了 看 又来了 所以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就想 把两个人的这个问题 解决掉 然后 你指的解决掉是指什么 要不就搬到你那儿 跟你过小日子 要不然就分手 是吧 也不是这种吧 那是哪种 我只是想让他 现在有个稳定的收入 然后不要天天打游戏啊 因为我就觉得 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 走南城北了 然后什么苦也跟他吃了 两个人都快要结婚的那种 然后就双方都见了父母 主要是因为双方 见了父母要结婚吧 你觉得你们俩 现在的感情 到了结婚那个时间了吗 你们俩能结婚吗 就这样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应该很不能 对啊 所以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应该如何规划未来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感觉你们两个人的爱情经历 可以写进爱情教训教科书 为什么没有这么折腾 你不停地跑 他不停地追 你认为他一定会来找你 对吧 因为他心中对你有爱 但你认为你这样的跑 有道理吗 他的工作可能很辛苦 他的工作可能你认为可以更好 但是你也应该让他稳定下来 发展一下 你对他的工作人生 有你自己的标准 但这种标准 适不适合他呢 他做不做得到呢 你不能说他干一个工作 你影响我生活了 干一个工作 你影响我什么了 那你让他变得无所事从 所以你这样的不停地奔跑 还幸亏 有一个人在不停地追赶 换了我 你淘两个 我绝对不会追 第三个 没意义 一次赌气没有问题 两次三次 五次六次 你说你还是赌气吗 你这样的习惯谁能适应得了 所以他的痛苦 我还真的很同情 当然你也有错 在谢女友面前 敢去赞美前女友 这是在走爱情的钢丝 是不想好下去了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核心 是心态出了问题 尤其是女生 我们对生活 有时候讲 知着常乐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知道生活的不易 艰辛 知着常乐 我以最好的心态 最好的意志 我去面对就成了 我们人生 就像坐公交车 有的人一上车就有座位 有的人要站到终站 但最多的是什么呢 我们不怨天不忧人 心情就好了 生活就幸福了 懂吗 谢谢大家